高雄凤山一名通緝犯遭远警盤查 谎报身份 警方发现他腰间上挂的车钥匙 疑似也是偷来的 一按钥匙的按钮 前方的宾室车就亮起解锁 眼看被逮个正着 男子拔腿狂奔 逃了300公尺 最后还是被压制逮捕 不是说在为难你啊 他是国东高中车拍的啊 越看越奇怪 男子被远警盤查 这一次想谎报假身份 谋混过关 我车子停在那边啊 你说停在那边 身份对不上 就连行为也超可疑 怎么来到公园的 警方接着问 腰间车钥匙一按 果然露线 这明明你的车啊 你干嘛 这是我朋友的 钥匙一按 前方灰色兵士 亮起解锁 车拿来的 男子狡辩是朋友的车 我现在走手机 还要给你的对吧 直接打给朋友 没想到说法 却对不上 男子只好继续骗 你车你看有车子吃鞋吗 红话被揭穿 眼看事迹败露 趁远警不注意 下一秒男子 拔腿就跑 在马路上 当街跑给警察追 警方当然也不是 省油的灯 骑车追人 顺利将男子压制在地 事发就在15号晚上6点多 当时陈信男子 在高雄凤山 一处公园抽烟 遭警方上前 劝导盘查 结果陈信男子 一开始先是说 自己走了30分钟来运动 谎报身份 接着加码被发现 偷窃一旁 挂有兵士牌的轿车 当场逃了300公尺 被逮后一查 原来男子身被通气 发现是失窃车那样 依窃盗现行犯逮捕 据了解 陈信男子 有毒品窃盗千颗 还是一名诈欺通气犯 逃得了一时 逃不了一世 这回被警方 逮个正着 送进警局 好好反省 接着陈美军科神号 高声报道